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两年前的那场车祸 人们印象深刻 那是2012年的7月15日 在广西南宁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 出师的是辆黑色轿车 从路口转弯 之后好像失控一般 机连撞断了路中心的七八个铁栏杆 一根栏杆横向直插入车内 司机的脸部受到重装 车上只有司机一人 满脸满身都是血 她叫杨庆 40岁 是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 她的妻子小林接到丈夫出事的电话后 赶到医院 小林说 丈夫那晚失去参加同学聚会 一定是喝了不少酒 酒后驾车 刚出酒店 就一头撞到了栏杆上 最终 交警认定 这起事故就是杨庆醉酒驾车造成的 我都乱苦了 我觉得好恐怖啊 好伤心 她见她伤害那么严重 好伤心 第二天晚上 因为脑部受伤严重 小林的丈夫经抢救无效死亡 丈夫生前是做建筑的 清理完财务后 公司里已经没什么钱了 小林丈夫留给家人的只剩两套 在南宁市区的房子和价值约八十万元的股票 小林的八十多岁的公婆未曾受到很大打击 因为去世的是她们六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 也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我 这个 这个 这个在后生间里 两个老年在家 哭 搞了 建筑这个房子的 在丈夫去世的半年后 妻子小林带着公婆来到法院 双方以民事调节的方式分割了丈夫的遗产 江南法院 两个老的区区 对于杨献庆名下的两套房子 以及杨献庆名下的股票 那么就归其配偶及子女所有 那么杨献庆的父母就分得财产付偿款二十万元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遗产被分割后 一个三十八岁的女人找到了法院 这个女人叫小芳 她说自己是小林的丈夫杨庆的情人 还跟杨庆生了个女儿 因此杨庆的遗产中应该有自己女儿的一份 要求法院撤销之前的民事调节书 建筑公司的杨经理因醉酒驾车遇车祸死亡了 但随后出现的一个叫小芳的女人 还带着个孩子要跟杨经理的妻子争遗产 这个女人究竟跟杨经理是什么关系 那个孩子是不是杨经理的孩子呢 现在开庭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 两个女人的诉讼由此开始 自称着杨庆情人的小芳 以女儿的名义将小林和家人告上法庭 2014年8月13日 法庭开庭那天 小芳和女儿惠惠都没有出现 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他们的代理律师 小芳拿出了一些照片 照片上开车的男人就是已经去世的杨庆 坐在他腿上的孩子就是小芳的女儿惠惠 小芳说杨庆死亡的时候女儿惠惠还不到三岁 这些照片是惠惠更小的时候拍的 照片中看得出杨庆和孩子关系亲密 可是小林却说这样的照片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这孩子不见得就是丈夫的亲生女儿 妻子小林不认可 的确光是照片似乎也说明不了什么 而小芳紧接着拿出了似乎更为有力的证据 小芳说这段录像里跑来跑去的就是惠惠 而拍摄录像的不是别人 正是杨庆本人有声音为证 我不是你的车 你很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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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他爸爸的声音 紧接着 小芳还爆出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情况 说杨庆经常把孩子抱回家 还让妻子小林帮忙照看 在这段录像中 坐在健身器材上的女人就是小林 从录像资料来看 小林和小芳母女应该很熟悉 按照小芳的说法 这些照片和录像都是孩子一岁多拍的 当时杨庆夫妻俩是认可她和孩子的 只是杨庆一出事 她的妻子小林翻脸不认人了 而对于这些证据 小林却是另外一番说法 好像没有人看吧 她说带个小孩回来给我看一下 那我不帮她看一下吗 谁的小孩没人看啊 她说朋友的小孩 小林的说法听着也不无道理 自己帮丈夫的朋友带孩子 纯属好心帮忙 谁想到丈夫死后 孩子的母亲竟然拿着这些照片 就要跟她分遗产 实属荒唐 那么究竟谁说的是真的 谁说的又是假的呢 未婚先孕 却发现枕边的男人早已是别人的丈夫 她现在才感觉到什么叫爱跟被爱 妻子探夫 却在衣柜中看到其他女人的衣服 她说以后不跟她过来死跟我过 面对同一个男人 两个女人将如何选择 丈夫的秘密 今日说话继续播出 小方告诉记者 她认识杨庆的时候是2006年 当时她31岁离了婚 在水泥厂里做财务 当时我也是个单身 因为她搞工程的 水电什么的 坏了 有时候我就找她 然后她就会找人帮我搞搞 平时有什么事 什么困难 就说我也比较喜欢找她 两个后面就好伤了 那时候的杨庆 正是事业小有成就的时候 小方说 她开始并不知道杨庆 已经有了老婆孩子 她没说过她没老婆 当时她也没说过她有老婆 她说的一句话就是 她现在才感觉到 什么叫爱跟被爱这个问题 她说她以前没感觉到 事实上 认识小方时 杨庆已经结婚十年了 她跟妻子小林两个人 当初也是自由恋爱 妻子小林告诉记者 她认识杨庆的时候 才十九岁 那时她家开间小杂货店 杨庆则刚刚大学毕业 春 在小林眼里 杨庆一直是个好丈夫 对家庭 对老人和孩子都很照顾 小林自从生下女儿后就不再工作 而杨庆因为负责的工地在外地 一个月才回家一次 但妻子小林一直对丈夫很放心 所以说丈夫会有情人 还生了孩子 妻子小林说 她对此毫不知情 也不相信 而杨庆有老婆孩子这件事 小方说 她也是在两人好了三年 怀了深孕的时候才发现的 小方发现 杨庆的包里有一份房产合同 合同上有杨庆和妻子小林的名字 直到再也瞒不下去了 杨庆才向小方坦白 自己早已结婚 并且刚刚在南宁市买了房子 妻子和女儿已经准备搬到南宁来团聚了 那时小方非常伤心 她说她想过要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小方一再强调 自己期待着要跟杨庆结婚 而杨庆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打算 甚至连有外遇的事也没有告诉妻子 那么杨庆到底有没有外遇 妻子小林真的一无所知吗 在记者的追问下 小林承认她曾经从丈夫杨庆宿舍的衣柜里 发现过蛛丝马迹 有那个以前都是布的那种柜子 有拉链那个 我看那里有什么 她以为是酸 我去看就看见有女人的衣服 后面我就问她 我说干嘛那里有女人的衣服 我说是有个朋友 她放在自己里 她没拿完衣服 她是要收 面对小林的质问 丈夫杨庆开始并不承认 但时间一长 慢慢就瞒不下去了 为此小林曾经十分痛苦 那时是真的很伤心 反正天一天晚上睡不着 她准备想发疯一样 那天一天晚上睡不着 吃也吃不下 睡也睡不着 我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那时很不承认 小林说 为此她提出过离婚 也哭过闹过 但是她无法想象 离开丈夫 自己和孩子该怎么生活下去 我很爱她 那我心里面想要是离婚了 她真的要是同意离婚了 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就会很伤心很伤心 她说以后不跟她过 只跟我过 在得到丈夫杨庆 不再跟第三者来往的保证后 小林的情绪慢慢平息 日子还得过下去 后来还听说 那个破坏他们家庭的女人 已经去广东打工了 这样在痛苦了半年后 小林说 她慢慢把这件事放下了 小林强调 她只是知道 丈夫在外面曾经有女人 但并不清楚 这个女人是谁 现在小方找上门来 说是杨庆曾经的情人 还带着个孩子 说是丈夫的骨肉 这让她难以接受 而对于故事的后半段 小方的说法 却是另一个版本 她说 杨庆压根儿没有跟她分手 有了女儿会会后 杨庆每星期 都会回到小方那两天 两个女人为什么会牵手合影 亲密无界 要确定妇女关系 却又不愿意做亲子鉴定 杨庆的百万遗产 究竟该如何分配 丈夫的秘密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杨庆突然离世 对身后室没有留下一句话 现在两个女人的说法不一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一时难以分辨 而更为关键的是 妻子小林说 丈夫去世后 她才发现丈夫 还瞒着自己买过一套 四十多平米的房子 价值约二十万 就在当地的锦绣江南小区 房子租了出去 去房产去那里查档 他们才懂 就是没想到 身边就是有些不爽 而关于这套四十多平米的房子 小方却说 她十分清楚 因为杨庆生前答应 这套房子是留给他们的女儿 会一会的 她以前她就说她答应把江南那个房子给女儿的嘛 真的是好笑的 她说 哎哟 来到这里 跳起来老太 她说 我已经去那里什么调查好 什么这里房子值多少钱 什么什么这些的 她说我要跟你评分 我是在努力帮我女儿 争取一份她该得到的东西 如果我自己有能力收集吧 我能够独立去抚养我这个女儿 我真的不想拿这个官司 我才懒得比她 我说最少的一年 什么要跟我评分 要什么资格 跟我评分 争吵归争吵 到了法庭 一切还得讲证据 双方就小方生的孩子 是不是杨庆的展开了辩论 原告小方向法院提交了孩子的出生证 和户口登记记录 上面的父亲一栏 都赫然写着杨庆的名字 第二份证据是出生学证明 证明原告 与杨庆的生父女关系 但被告小林一方注意到 出生证是百色市富幼保健院开的 认为杨庆和小方都是南宁人 却跑到百色市去生孩子 一定有问题 放了这么好的男性 又有了一些医生的进步子 我在这里不整合了好的百色市 只能推定杨庆的性 与身体能之间 所谓的亲子关系的话 是存在的造成性的 对此小方告诉记者 因为杨庆有老婆 自己的孩子就是非婚生的孩子 要办出生证和上户口都有困难 这些证都是杨庆去办的 你也知道我们没有结婚证 没有整婚证 要上户口也挺麻烦的 那他关系多嘛 那我一个女的 我还没有什么办法再办 那肯定是他去做这个事情嘛 小方说 在孩子问题上 小林没说实话 其实杨庆早就说服 妻子接受了自己和孩子 现在妻子小林是怕她拿走遗产 故意装作不知情 为此小方拿出了更多的证据 这是2010年10月 杨庆和单位领导 一起游玩越南的照片 当时杨庆带着两个女人一起去了 这是她 哪个是你啊 这个是我 这是你 这是我老婆 这是你 她带着你们俩 怎么介绍你们俩啊 她跟她说我是她的 按理说 一个是妻子 一个是情人 两人应该是情敌 为什么会像朋友一样 跟在同一个男人身边呢 妻子小林 又怎么解释这些照片呢 反正他那时候还没跟我团白 嗯 是啊 你们俩还照相了有的时候 是吧 那跟朋友这些 那还说照相了 照相了 这是2011年7月 小芳带女儿到杨庆家 一起给孩子过生日的情景 那个是你 那都是她老婆 她是不得拍照的 她拍照 记者发现在杨庆的墓碑上 可有孝女杨颖 也就是杨庆的大女儿 和惠惠和拜的字样 小芳说 这也充分证明杨家人 早已经把自己的孩子 看作是杨家的后代 其实杨庆在2011年 就已经带着自己和女儿 跟着杨庆的老婆孩子一起 回过两次老家 并且见过了杨家父母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记者也找到了杨家人 进行核实 杨家人的说法 多少让记者有些吃惊 杨家人解释说 杨庆是杨家几个兄弟当中 文化最高 事业上最有成就的 父母有病 几次手术 都是杨庆出钱出力的忙活 所以当她不顾伦理 带着妻子 情人 两个孩子一同回家时 家里人什么都没有说 顾你回来 带回来 我们才知道 她有这个小的女儿 那你弟弟呢 他怎么给你们介绍啊 就是 就是说 这女儿那个还用说嘛 带回来 还不用说就知道了嘛 她平时她都是帮我们的 我们 她也比我们有文化 我们就根本不敢说了 说我姐姐都不好讲的呀 这个东西 是吧 你也没说过她什么 没说呢 老人呢 儿子带回两个女人来 两个孩子来 老的她也不知道 你有意见没有 有意见她怎么说的 毛病都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的嘛 这是儿子的事 他能把钱都等了 这老的不好说话呢 就是这样 而在杨庆死后 制作墓碑时 也的确是杨家人 刻上了小芳女儿 惠惠的名字 墓碑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有这个风俗的 有说是她的子女 都是刻在她自己的背上的 这是老人这样 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这时 妻子小林才不再否认 早就知道小芳的存在 可能是她见那个女的可怜吧 个人要带个小孩吧 什么这些吧 可能她想负责吧 什么这些吧 既然当初杨家人 都接受了小芳母女 那么现在对于杨庆死后 两个女人的争执 杨家的其他人 又是什么看法呢 她讲不用这种 她就是可能用这个 混水摸鱼 其实杨家人的疑虑 是早就有的 从当年杨庆带小芳母女 回老家后 家里人就私下议论 这个孩子不像杨家人 这个家里面的一个 他不欠 头子突出来 嘴巴睁睁的 一点都不像 要瘦瘦的小小个人 不像你老公 一个都不像 妻子小林说 开始她也并没有认真想这个问题 但是在杨庆死后 她到公正处去询问 遗产处理的是 得知应该做亲子鉴定 来确定孩子的身份 她于是打电话 跟小芳商议此事 妻子小林说 小芳如此的反应 让她更怀疑孩子 不是杨庆亲生的 在法庭上 小芳的律师否认了 是小芳不愿做亲子鉴定的说法 起诉后 小芳也向法院提出了亲子鉴定 但司法鉴定中心表示 杨庆遗体 以火化 并土葬 无法再做亲子鉴定了 那么孩子和杨庆的亲子关系 究竟能否认定呢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时 参与讨论的是中华女子学院的 李明顺教授 欢迎你李教授 您看 杨庆里去世之后 除了他的妻子 又蹦出一个小方 带着孩子 要分一份遗产 可以分吗 非婚生子女 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如果能够确认 他是杨庆里的非婚生子女 那么这个孩子同样有继承权 孩子是有的 但是小芳是没有的 对 但是妻子小林说 这个第三者 不愿意做亲子鉴定 如果孩子不是杨庆里的 怎么办 按照我们现有的司法解释 那么法院要想做出这种 否认亲子关系的这种推定 他必须要符合 这么样几个条件 第一个 得有权利的人 本人提出来 实际上是指孩子的父母一发 那这个里头 这个妻子小林 不是这个孩子的父母 对 第二个 你拿出了必要的证据证明 他不具有这种亲子关系 妻子小林 他只是说长得不像 那你想有的像 舅舅 是不是外甥像舅 他不一定像父亲 所以这个东西 不是必要的证据 要想推定 还必须是什么 对方没有其他证据证明 而这个案件当中 小芳恰恰是 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 这个孩子和死者 具有这种亲子关系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是不能够推定 这个孩子和死者 没有亲子关系 有一点我还是不太理解 就是这个小芳的之前呢 和杨经理的妻子啊 他们这三个人带着两家的孩子啊 一起出行啊等等 好像这件事情 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还是可以容忍的 那这种现象您怎么看的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 有几个违法的行为 我们必须要指出来的 就他和这个小芳的这个关系 往轻了说 是一个非法同居的关系 往中了说 如果他们真是以夫妻名言 还可能构成重婚 是一种犯罪行为了 是 第二个来讲 那么之所以这个死者 这个杨经理 他能够这样 无所顾忌的 来做这样一些违法的行为 也和他的这个妻子 特别是他的家人 对他的所谓的包容 实际上是纵容有关 今天讲的这个案子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你违反了法律 就会导致纠纷的产生 甚至是和自己 示意愿违的结果 法院一审判决撤销之前 分割杨庆遗产的调解书 妻子小林败诉了 这也就意味着 在杨庆死亡两年后 遗产分配问题 又绕回到了起点 而这件事情迟迟不能解决 给两个女人 以至两个孩子的影响 也是深远的 有人说婚外情追求的是刺激 但最终留下的只能是刺痛 婚姻和家庭 从一开始就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背弃了这种责任 受到伤害的不仅是自己 家人还有无辜的孩子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 再见